12月24日讯《爸爸去哪儿》电影版将于1月31日大年初一上映 1月24日剧组在京节目影片首款海报 主演郭涛 张亮和天天亮相 天天由捧场王变剧透王 对片中动物园探险内容无底线爆料 不仅想出会跟长颈鹿和鸣叫三毛的大猩猩玩 还会给河马刷牙 对于结束拍摄后跟森蝶分开会不会伤心 他冒出金句 不伤心我会跟他约下午茶 就像老婆一样因全场爆笑 当天暖男天天十分活泼好动 令现场状况百出 主持人和两位喇叭手忙脚乱 天天在节目里抱起老爸的料十分生猛 但也十分贴心 十分前几天是郭涛生日 小暖男清新准备了神秘礼物送给帅叔 更送上祝福 祝郭涛叔叔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此外天天还带来了石头 Kami Angela Cindy等四位小伙伴的生日祝福VCR 把帅叔感动到不行 在看完VCR后 天天还发表点评好感人 另现场气氛十分温暖快乐 拍完爸爸去哪之后 五个小朋友都成了好朋友 网友们把天天和Cindy的组合戏称为 家偶天成 当被主持人问起拍摄结束后 跟Cindy分开会不会伤心时 天天冒出金句 不伤心我会跟他约上午茶下午茶 像老婆一样 爸爸张亮虽然在节目里撮合儿子和Cindy 但见此状况只得赶紧给儿子澄清 是好朋友 其实你跟Cindy还约着一起喝奶茶什么的 可以继续这样约在一起玩 对不对 然后他还能发起我家 我去他家 然后还能约 还能约 还能约着一起 还能约下午茶 还能约下午茶 都可以 反正可以约着一起玩 对 你跟小朋友们是 不会因为这个节目停止中在一起 像老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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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是 Neighbor 委員 说 孙阿 som 我 的 你 整